我今天第四天嘛 我觉得前面两天是很不舒服 前两天头都有点晕晕的坦白讲 然后鼻塞 然后喉咙痛 戴着口罩对着镜头报平安 国民党立委讲万安确诊 晚间脸书线上直播 跟北市议员许晓鑫同框 向网友分享确诊后的状况 我今天有个消息跟大家说 就是我的家人 包括我太太还有这一支二宝 他们去做PCR 结果很不幸也确诊 所以现在 他现在退烧了吗现在 他现在退烧了 七小也确诊了 讲万安看着二宝也是很心疼 自从确诊之后 一切工作停摆 聚隔期间除了好好休养 同时也多了时间陪伴家人 甚至陪儿子一起上远距教学 我看我儿子上课 他是线上上课的时候 同学都非常喜欢讲话 所以看到荧幕上面好多个人 然后我要一直在讲话 然后彼此会彼此聊天 你知道吗 大方分享跟儿子在家的日常 随着国内确诊数增加 这一次直播前 他特地发出表单 要搜集在各地 不管是确诊 还是居家隔离的朋友们 碰见的难题或是小故事 借着这个机会互相加油打气 我这边念一下 他是说我是我们家最少出门的人 但我却是唯一的确诊者 除了造成我本人生活不变 也连带影响到我的同住者 更无奈的是公司不肯给我防疫价 要求申请特休 依序念出确诊者们的心声 在直播当中 也涌入不少网友关心 蒋万安说 这几天经过休息 他除了吃药 多喝水 吃水果跟补充维他命C 气色已经渐渐好起来 希望能跟家人一起度过难关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